在娱乐圈互报互接风暴的前几天 林志玲退圈了 结婚三年 她淡出娱乐圈 众心倾向家庭 再次出现 她满脸幸福地说出离开娱乐圈的决定 大家好 这里是雪莉观察 在黄子焦事件爆发前不久 蔡康永在新节目众生里问她 等小孩大了 你是否还会回演艺圈工作 林志玲给了一个坚定的大摇头 她坚决表示 我白发大家记得还是黑发的 和有温暖度带着微笑的我 即便告别 她也要用最美的样子 今天雪莉来聊的 就是林志玲和她的完美 美貌 高知 温柔 嗲嗲的娃娃音 恰到好处的微笑 高高的个子 优越的身材 做事说话得体 永远只有正面美好的情绪 这大概就是许多人对林志玲的印象 还有不少人会补上一句 太假了 但这其实是林志玲对自己的要求 在之前跟许志远的对话里 她说 我最好的角色 应该就是志玲姐姐 我觉得我最好的角色应该是志玲姐姐 她从没有露出过破绽吗 当然是有的 2015年林志玲参加的花样姐姐中 曾因占卜是一句生病的家人 会很快痊愈而泪奔 因为她的妈妈得了阿兹海默症 节目后接受采访时说 那一刻她忘了镜头的存在 她觉得不应该对着镜头哭哭啼啼 作为艺人应该把正能量的东西传递给大家 所以也难怪观众觉得假 因为在她的完美主义之下 居然连眼泪都是不被允许的 用跟林志玲面缘最深的小S的歪理来说就是 她连别人坏话都没有说过 所以我说她很假啊 以至于这次 林志玲的退圈言论一出 记者第一时间问了林志玲的宿敌 小S 她表示百分百支持 并且不忘调侃一句 林志玲赶快回归家庭吧 越快越好 从林志玲出道以来 小S便将其作为爷喻对象 这贯穿着林志玲漫长的15年演艺生涯 因为小S提到林志玲 总是能收获满满的笑点 达到综艺效果 她也曾经半真半假地说过攻击林志玲 就是我在演艺圈生存最大的动力啊 在雪莉看来 小S和林志玲算是两个极端的明星人格 一个是被称假完美 一个被称真性情 这个假的里面当然有真 林志玲是真的家教好 讲礼貌 人善良 而小S的真理 当然也掺杂了不少的表演 原本以为林志玲嫁人生子 多少接触到了生活真相 会变得接地气 因为带过娃的妈妈都懂 狼狈崩溃无可避免 但采访片段里 她依旧保持着女神式的完美 言语软绵温柔 动作优雅得体地诉说着 为人妻为人母的梦幻和美好 她的任何回答 都充满真善美的正能量 作为生活在红尘俗室里的人 真的很难相信 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完美女性存在 在这个访谈里 蔡康永对她的定义是梦幻场景供应者 我觉得志玲是一个 提供我们梦幻场景的供应者 今天突然想聊聊林志玲 也是因为雪莉真的是觉得 一切都太巧了 黄紫娇玉石巨焚事地 爆料了大小S等13位艺人黑料 这和林志玲的退圈官宣 几乎同时发生 似乎更显得志玲姐姐的超凡脱俗 林志玲出生在一个台北的富裕家庭 有一个哥哥 父亲林凡男士吕制品行业的富商 为人开明 而母亲则是一个传统女性 对他们兄妹的教育非常严格 林志玲15岁那年 被星探林建环发掘 踏上了模特之路 但没过多久 就在家人安排下远赴加拿大求学 在以严格著称的 多伦多私立女子教会学校 完成高中教育 后进入多伦多大学 主修西方美术史和经济学双学位 1997年 林志玲大学毕业回台定居 原本计划到台北市立美术馆某职 却因不具硕士以上学位未获录取 故而选择回母校多伦多大学 继续深造 1998年 利用寒暑假反台打工当模特的他 出演了张国荣 Everybody的MV 看似容貌娇好的林志玲 其实在模特行业中并不出众 175的他 常常因为身高不够被拒绝 直到2001年 他为美容机构拍摄的广告意外走红 获得知名度 被媒体称作台湾第一美女 2004年 林志玲和蔡康永搭档主持第41届金马奖 为了让大家记住林志玲 蔡康永建议 他给刘德华和梁朝伟一个爱的抱抱 彼时两人并不熟 蔡康永在采访中表示 他也没想到林志玲静毫不犹豫地答应 当晚梁朝伟刘德华分别凭借2046和吴剑道3 入围最佳男主角 在互动环节 蔡康永站在舞台上问 怎么祝福梁朝伟 我要帮梁朝伟先生加油 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 可以吗 请允许我 拥抱完梁朝伟后 为了综艺效果 他更是解开身上的皮草 伸手拥抱刘德华 不难看出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表演 舞台上的蔡康永接着打配合 这个皮草你要让谁给你拿 林志玲的一句 梁朝伟先生可不可以帮我拿下我的皮草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观众的起哄声中 林志玲拥抱了刘德华 林志玲一夜成名 虽然舆论两极化 有人抨击林志玲的作秀 有人喜欢她的甜美 不管怎样 大家都记住了这位声音嗲嗲的女生 自那之后 爱的抱抱也成为林志玲身上 一个非常亮眼的标签 让她迅速打开了知名度 这年 林志玲30岁 2005年 林志玲大连坠马 断了六根肋骨 公主受苦 王子赶来看望 绯闻男友严成旭 在各方媒体围追堵截下 仍旧现身医院探望 至于两人最后分道扬镳的原因 严成旭在很多场合都承认 是自己太孩子气 自卑又好强 不能让对方一直等自己长大 言语间多有不舍 多年后 他上快本 何久念了严成旭自传中的一段 当王子知道公主生病的时候 王子正在打仗 王子说他不管了 他要放下那场战争 他要逃亡 他要去看他的公主 但是战友说 外面枪林弹雨 所有人都在看你的动静 你现在去是自投罗网 王子还是逃了出去 到了公主的地方 推开门 哽咽着连对不起 都说得支离破碎 他连怎么抱她是最好的姿势 都弄不明白 终于跪下来大哭 女孩也哭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 在受苦的时候想要接近 会那么疼 林智聆听的眼中含泪 却依旧保持微笑 神态有珍惜 无奈 也有释然 在雪莉看来 他们不是不爱 只因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会觉得是一种遗憾吗 会 会 对 对 会是个遗憾 会是个缺憾 与家境优渥 高学历的林智琳不同 严程旭父亲早逝 母亲替人缝衣服赚钱 自己更是从小学五年级起 就开始打各种零工 补贴家用 他是实打实体验过生存焦虑的 因此 虽然二人很快先后红了起来 但比起林智琳的耀眼绽放 爆红给严程旭带来的 更多是跟不上节奏的焦虑 与林智琳的落落大方不同 他自卑敏感 充满了不自信 一方需要肩膀 一方拥有情感表达障碍 这段感情分分合合17年 终以无果告终 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啊 当然自己还没有能力 给人家 就是 安全感跟 我觉得我不应该再 再 再那么像小孩子吧 可是 我有时候又觉得自己 本性里面 其实真的很 孩子气 就是与其这样 是不是我自己要再更 长大 所以 真的永远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 虽然雪莉这样的忠告 难免有些事快 感情虽无果 但对于林智琳这样内心稳定的成熟女性 应该也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因为 她和那个提到她名字会心跳100的男孩 在最青春纯净的年纪 曾彼此拥有 插播了一点情感故事 继续聊回努力搞事业的林智琳 2007年 她正式进军影视圈 主演了吴宇森指导的电影 赤壁 萌萌 站起来 站起来 一句 萌萌 站起来 又成为她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之后 她搭档周杰伦主演次灵 与黄渤主演101次求婚 和刘德华主演富春山居图 甚至参演了陈凯歌首次导演的喜剧片《倒是下山》 但 她参演的角色 不是清纯女神 就是性感有物 为了丢掉花瓶的标签 2010年 林智琳参演电影《决战沙马镇》突破形象出演村姑 却依然不算惊艳 最初那几年 她表示过 自己不甘心做花瓶 后来有记者再提到花瓶一词 她也不再质变 而是说 自己想要做最好的花瓶 别人说她演技差 演技为灵 她说 可能因为我叫林智琳吧 林智琳拥有柔化一切锋利的温暖力量 她的高情商 并非用于解困 更深层次上是一种智慧 在互动中不经意地释放善意 她的确完美地像的假人 但雪莉还挺喜欢的 因为她并非只是嘴上说说漂亮话 她对不同工作始终勤恳努力 敬业认真 面对任何刁难 总是不卑不亢 游刃有余 为人处事 也能做到规矩得体 滴水不漏 林智琳的人格形成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妈妈对她的灌束 她的家教尤为严格 妈妈从小教育她 礼仪 仪态 品德等等 更要求她 女孩要得体 优雅的女人不能生气 凡事要先反思自己等等 这也让凡事与林智琳相处过的人 都会感觉如沐春风 对她的高情商赞不绝口 赤壁发布会上 记者问林智琳 怎么看待和梁朝伟的身高差 她留下一句 被网友反复评论的经典回答 在我心中 男人的气度永远是胜于高度的 参加真人秀花样姐姐时 李志廷和刘宪华每人给她买了条裙子 让她选一条参加晚宴 三十多度的夏日 林智琳的解决方案是同时穿上两条裙子 搭起来刚刚好 两个加起来就是我 王林运传 一时之间没有呕吐带 旁边的林智琳想也没想的 就伸手为她接住呕吐物 而且丝毫没有露出嫌弃 或者不高兴的表情 谈及素敌小S 林智琳依旧温柔地表示 她每次开玩笑都很有尺度 即使被讨厌的狗仔队尾随到家 进屋前 她依旧回头奄然一笑 然后温温柔柔地说 感谢你们送我回家 在这个所谓真性情泛滥的年代 有明星出口成脏 有明星拿克勃当个性 更有明星用恶独当幽默 雪莉自然更愿意为林智琳这份假买单 如果林智琳一直这样 其实是不是假还重要吗 雪莉觉得不重要 欢迎留言评论聊聊你的观感哦 很多人只关注到她外表的美 却鲜少有人知道 她一直都关注慈善事业 之前曾经爆出来过林智琳的慈善捐款记录 惊呆了很多人 捐款最大一笔竟然高达一千万元 原来她一直默默做了多年慈善 在山区建起数个学校 甚至这次谈到退圈 她也坦言如果为了自己 那没必要再付出 但如果为了慈善 那还是值得考虑去贡献一份力量 将来是打算不露面吗 你看为了什么而露面吧 如果是慈善相关 你就觉得 如果是要比较美丽这件事情 应该就不会 林智琳外表看似柔弱 内心却始终坚定有主见 就像她渴望爱情与婚姻 当年在重遇丈夫 黑泽良平谈起恋爱后 也敢主动向南方求婚 我要的是嫁给爱情 我还是要 姑亲勇气 我好像第一次讲 应该是我求婚 2011年 林智琳与黑泽良平 因合作主演舞台剧 《赤必爱》而相识 林智琳饰演小乔 周瑜由黑泽良平出演 爱情的火花 直到八年后才发生 黑泽良平向林智琳示爱 她很久没被人追 内心小路乱动 被追的时候 心里还是会小路乱动 2018年底 二人开始交往 2019年6月6日 林智琳发文宣布 与黑泽良平结婚 同年 11月17日 他们在台南市美术馆 议馆举办了婚礼 2022年1月31日 林智琳在社交媒体上 宣布生子 如今48岁的她 在访谈中表示 不想再参与市场竞争 对相夫教子的生活很知足 驰骋名利场多年的林智琳果决的决定 跳出美光灯的世界 拥抱家庭 告别完美的智琳姐姐 转身成为只属于丈夫和孩子的林智琳 在雪莉看来 真真假假 没必要飞去定论 一个公众人物 体体面面 完美到退圈泄幕 何尝不是一种真挚的 有力量的本事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非常欢迎你能订阅频道 并给我一个鼓励的赞 雪莉会长期关注最新最热的鱼文事件 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 我是雪莉 我们下期再见